歌王啦 那他的出片 我們台灣歌團有希望 想說要送什麼給傅凱 所以就準備了這個洪老師的 人之原味的黑膠唱片 同時藉由這個黑膠唱片 希望傅凱在這個大碗樂家二二 可以一次唱得夠老師的作品 並且讓觀眾可以聽得夠 是呀 洪一鋒老師沒來 但是派了一個代表來 給你感動 給你監督 你現在是覺得得到的祝福 還是得到了更大的壓力 我覺得是祝福 因為那個阿妖老師本身看起來 就是和愛可卿的那種 然後他也是這一次的音樂總監 所以我已經跟老師說 麻煩老師多照顧人 所以我就私底下跟傅凱說 你腿要扁嗎 現在剩下等 就是等那個如果真的要現場彩培 我可能要請簡老師多多幫忙了 這是致敬洪一鋒老師 因為老師的作品非常非常多 是 那在挑歌上面是也遇到很難學 洪老師有很多的經典之作 譬如說 古尖咪咪啦 蘇某的人等等 這些很經典的歌 在這一次呢 也都一定會演唱 應該堪稱是你就是歷屆最困難的一次挑戰 哇這比我自己開演唱會還要更可怕耶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撐過去 我的人生應該 結束 結束 我很多親戚已經在報名了 因為他們其實都是聽著洪老師的作品 有的可能是那個小時候聽洪老師的作品 那可能像我爸爸媽媽就會想到他們年輕的時候的回憶 所以呢 他們也都跟我說 我自己覺得很像在演唱電影主題曲叫做放浪人生 對 那這一首歌也是阿雅老師自己編曲的 對 所以我那時候一聽到 我整個起雞皮疙瘩 他想說 這個好像在看那個侯孝賢導演的電影的感覺 那我不能講啦 我每一條對我來講都是經典 在國外也是二十幾年 那你有一聽到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 你不用多去描述 你就覺得它就是在你身體裡面